辛普森一家作为美国最长寿的动画剧集之一 其幽默讽刺的风格早已深入人心 但除了搞笑的剧情和离奇的冒险 这部动画还有一个令人嘖嘖称奇的特点 他似乎能未卜先知 从新冠疫情的爆发到卡玛拉·哈里斯的当选 从特朗普的当选到智能手表的出现 动画中多次出现的 神预言让人不禁感叹 难道辛普森一家的编剧们 真的拥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 那么你认为辛普森一家的预言能力是巧合 还是另有玄机呢 最引人注目的预言之一 莫过于特朗普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 现在我们都知道结果如何了 2022年11月15日星期二 美国前总统唐纳的特朗普宣布 他准备重新夺回自己在2021年失去的王位 作为美国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特朗普的决定再次引发关注 这如我承诺的那样 我是你们的声音 特朗普以他一贯的豪言壮语登上舞台 宣布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并说出了这句标志性的话 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和辉煌 今晚我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 正是这句话让辛普森一家的编剧们 再次亮相 他们分享了2015年一集动画中的一幕 詹人先生向全世界展示了 早在特朗普宣布参选之前 辛普森一家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切 在2015年的一集 Bug to the Future中 和马辛普森飞过一个背景牌 上面写着特朗普2024 这简直太巧合了 毕竟那时候特朗普还没有当总统 这让网络上的人们都疯狂了 而现在更是让人难以表述内心的震惊 人工智能机器人将接管一切 这个预测简直匪夷所思 将辛普森一家的预言推向了新的高度 如果说之前的预测还算在人们的想象范围内 那么这个预测无疑让人瞠目结舌 辛普森一家除了充满欢乐的家庭故事 和各种奇思妙想 他对未来科技的精准预测 也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智能手机到虚拟现实 这部动画似乎总能提前剧透我们的生活 然而人工智能统治世界的预言 未免让人感到一丝不安 还记得辛普森一家第二十三季第十七集中 和马辛普森被机器人取代的经典荧幕吗 当机器人宣称各位先生女士 欢迎见面 未来的人类主宰机器人是 我们是否成会心一笑 认为这只是动画片夸张的想象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 这样的场景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 2024年我们正身处一个智能化加速的时代 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展现出强大的能力 从自动驾驶到医疗诊断 从智能家居到工业生产 机器人的身影无处不在 当我们回看辛普森一家的这一情节 不禁要问 机器人取代人类 真的只是科幻作品中的情节吗 或者说 这种可能性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你训练它们 而它们将取代你 这句话在如今的社会听来格外讽刺 随着机器人服务员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 我们不得不思考人类的劳动力市场 是否正走向终结 辛普森一家针 大胆云员火星接管 这个看似荒诞的预测 却与我们现实世界中 对太空探索的狂热不谋而合 难道这部动画的编剧们 真的能预知未来吗 还是说 它们只是抓住了人类 对科技发展所产生的种种担忧 无论是机器人取代人类 还是火星指名 这些看似遥远的未来 其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人工智能 太空探索 这些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概念 如今正逐渐成为现实 还记得辛普森一家第27季第六集里 小天才立下 辛普森那激动人心的火星梦吗 当他得知政府正在招募火星移民时 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 甚至还打算带着全家一起开启这段新季之旅 接下来的剧情 伴随着辛普森一家一如既往的搞怪风格 上演了一出爆笑的火星移民记 然而就在他们满怀期待的准备出发时 飞船却出了故障 火星梦无奈破灭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剧集结尾的一个惊人转折 让我们看到了 2051年的火星马基和丽莎 竟然已经成功在火星上安家落户 这个设定不禁让人几倍发凉 你可能真的与世隔绝了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夸张的 辛普森一家对未来科技的预言能力确实令人惊叹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剧中丽莎一家前往火星的情节时 不禁会联想到现实世界中 埃隆马斯克雄心勃勃的火星殖民计划 马斯克曾放言 我负责整个火星殖民项目 他的SpaceX公司也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 而辛普森一家中所描绘的火星之旅 在时间节点上似乎与马斯克的计划不谋而合 无论是巧合还是预言 这种相似性都引发了人们的猜测讨论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编剧们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 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巧合 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所产生的共鸣 你一定想不到在辛普森一家中 竟然出现了一集如此脑洞大开的情节 虚拟现实实物 没错 马斯克通过VR头盔的吸管给荷马喂虚拟巧克力 这听起来简直天方夜谈 但辛普森一家却用他一贯的拥有方式 将这个看似荒诞的想法呈现在我们面前 虽然虚拟实物目前还停留在科幻的范畴 但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 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通过VR设备 体验到各种美食的味觉盛宴 毕竟辛普森一家曾多次预言了 现实中的科技发展 虚拟实物或许也将成为现实 重新定义人类的感知 改变我们体验食物的方式 这正是虚拟现实食品背后的雄心壮志 通过VR技术 我们或许能品尝到天南地北的美食 甚至体验到一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味觉感受 还记得辛普森一家里 荷马的同父异母兄弟赫布鲍威尔 发明的那款宝宝翻译机吗 他能将医押血语的宝宝话语翻译成 大人听得懂的语言 那么这样的设备在现实中真的能实现吗 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尝试开发类似的设备 希望能帮助父母更好地理解宝宝的需求 你是否曾幻想过能和宝宝心意相通 现在这不再是梦想 瑞士一家名为Zang Dream的公司 研发出了一款令人惊叹的AI设备 它能通过分析宝王的哭声 判断出宝宝是饿了困了 还是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 但Zang Dream已经成功将它变成了现实 在不远的将来你就能准确知道宝宝到底需要什么了 是艺术预见了未来 还是科技成就了艺术的想象 第十二个预测是 女性总统 美国是否准备好把一位女性推上最高领导岗位 这个话题一直备受关注 纵观全球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各个领域展露头角 她们的能力毋庸置疑 然而性别偏见 传统观念等因素 仍然可能成为女性竞选总统道路上的阻碍 美国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打破性别天花板 迎接一位女性总统就不仅关系到美国 也将影响全球的性别平等进程 女性总统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更代表着社会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美国的政治舞台长期以来 以男性为主导 女性要登上权力巅峰 尤其是入主白宫 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但东华编辛普森一家 似乎并不拘泥于现实的政治格局 在回到未来这一集中 小丽莎辛普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总统 而且还是一位政治的总统 辛普森一家 这一看似荒诞的设定 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的期待 和对女性领导者的期盼 丽莎辛普森的形象 代表着人们对一个更公正 更理性的政治未来的向往 不过随着2024年大选 辛普森一家再次精准预测了 因为卡玛尔哈里斯 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黑人女性副总统 第十一个预测是黑洞 接下来是一个 肯定会让你惊讶的预测 我们要回到辛普森一家 第二十四季 这次我们要看的是 第二十四季的第二集 播出时间是 2013年3月24日 名为恐怖树屋23 这一集讲述了 这个不和谐家庭的冒险故事 他们试图逃脱 一个神秘黑洞的吞噬 这个黑洞 威胁要把整个 斯普林菲尔德 吞进黑暗的世界里 在辛普森一家 中小天才丽莎 无意间制造了一个 恐怖的宇宙怪物黑洞 出于保护家人的善意 她将这个危险的宠物 带回了家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 辛普森家族的冒险 总是伴随着 意想不到的混乱 最终这个失控的黑洞 吞噬了整个 斯普林菲尔德 只留下马基 一人孤零零地 站在废墟之上 虽然这只是 动画片中的虚构情节 但它不免让人联想到 现实生活中那些 可能发生的灾难性事件 尽管科学家们告诉我们 离地球最近的黑洞 距离我们有1560光年之遥 但宇宙的浩瀚无垠 谁又能保证 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辛普森一家 曾多次预言成真 这不禁让人细思极恐 既然他曾预测了 斯普林菲尔德 被黑洞吞噬 那么2024年 是否会成为 现实世界终结的一年呢 第十个预测是 未来的悬浮汽车 这种酷炫的交通工具 早已在无数科幻作品中出现 而辛普森一家 在第16季 第15季 未来剧中 就更进一步地 展示了这一场景 在未来 巴特和丽莎 驾驶着时尚的悬浮汽车 穿梭于斯普林菲尔德的街道 让人感叹 动画中的想象力 竟然如此超前 这曾经是多么 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如今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这一梦想似乎出手可及 总部位于 俄勒冈州的 Samsung Sky公司 经过了14年的 前新研发 终于即将在2024年 推出他们的Switch late 飞行汽车 这意味着 我们或许很快 就能摆脱拥堵的交通 在空中自由翱翔 想象一下 清晨不再为堵车而烦恼 下班后可以直线飞回家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 也显而易见 驾驶飞行汽车 除了传统的驾驶执照 是否还需要飞行执照 这无疑会增加驾驶的门槛 或许未来 我们会看到 全新的交通法规出台 以适应这种 全新的出行方式 辛普森一家的预言 再次向我们展示了 科技的神奇力量 那么问题来了 你准备好迎接 空中飞行的时代了吗 第九名 全息技术 科技日新月异 我们常常感叹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但回头看看辛普森一家 或许我们会惊讶地发现 这部动画片竟早早地预言了我们的未来 还记得巴特辛普森的那次奇幻之旅吗 通过弗兰克教授的发明 他窥见了未来的世界 在那个未来 全息投影技术已经普及 想象一下一条栩栩如生的全息信息 突然出现在眼前 邀请你参加派对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在辛普森一家中 巴特就曾收到过这样的全息邀请 嘿傻瓜 你们乐队 今晚可以来我的俱乐部演出 辛普森一家对于未来的预见总是让人惊叹 他们是如何想到全息图技术会在未来如此普遍了呢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才让这部动画片经久不衰 目前已经出现了像 Jimmy B3这样的先进全息显示器 它可以展示逼真的3D影像 想象一下未来 我们或许可以在家里举办一场全息演唱会 或者于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友 进行一场身临其境的视频通话 你的男朋友身处地球的另一端 却能通过全息投影实实地教你跳当下最火的TikTok舞蹈 是不是很酷 虽然目前这种科幻电影般的场景 仅在全美部分Best Buy门店能体验到 但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 全息投影技术普及的日子或许并不遥远 2024年有公司提出雄心勃勃的平台解压缩的概念 这是否意味着全息投影将走进千家万户 如果这个设想成真 那么辛普森一家的预言将再次被验证 第八条伊万卡特朗普的总统之位 难道辛普森一家的编剧对唐纳德特朗普情有独钟吗 在回答之前请考虑这样一个事实 在2016年10月播出的一集 辛普森一家中编剧们悄悄暗示了 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 有可能竞选总统 在这一集中 何马辛普森身上带着一枚徽章 徽章上写着伊万卡2028 这是否又是辛普森一家做出的准确预言呢 尽管伊万卡特朗普已经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确立了自己的强大地位 但他真的有可能竞选总统吗 辛普森一家对现实的预言能力总是令人惊叹 不仅如此 他还常常以一种幽默且辛辣的方式 影射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和事件 伊万卡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 就曾多次成为辛普森一家调侃的对象 早在2017年动画片中就出现了一个 与伊万卡形象高度相似的人物 他取代了鲁斯巴德金斯堡成为最高法院法官 这个情节不仅讽刺了伊万卡的政治野心 也影射了特朗普家族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如果伊万卡真的决定竞选总统 恐怕也不会让人太意外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我们是否正在创造一个超越人类控制的未来 当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 他们是否会反过来支配人类 别急着把这个当作无稽之谈 谷歌前首席工程师的经历 或许能让你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他因揭露公司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Lameta可能已经具备自我意识而被解雇 Lameta这个能够进行对话的AI模型 其思维方式被认为与人类相似 甚至能感知情感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些关于人工智能威胁论的科幻作品 过去这样的说法会被嗤嗤以鼻 但如今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 我们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 人工智能是否真的有可能发展出自我意识 我之前专门做过一期Lameta的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中查找观看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伦理和安全问题的关注 当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和学习时 我们该如何确保他们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是一个哲学和伦理问题 事实上早在1994年 动画片辛普森一家就曾以一种幽默的方式 预演了这一可能出现的危机 在杨阳和抓抓乐园这一集中 辛普森一家参观了一个由机器人运营的游乐园 随着剧情发展 这些原本为游客服务的机器人开始失控 引发了一场混乱 这一情节似乎在向我们发出警告 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 他们可能会脱离人类的掌控 从辛普森一家的虚构情节 到谷歌工程师的真实经历 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发展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必须未雨筹谋 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在人类的掌控之下 尽管我们可能还无法在短期内 看到人工智能发展到失控的地步 但这个话题已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我们究竟希望人工智能发展到何种程度 如果有一天我们创造出来的智能 超越了我们的掌控 我们该怎么办 在第二季的某一集中 政府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 试图控制民众的思想 这让人不寒而栗 虽然这只是一部动画片 但它却引发了观众对现实的思考 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被技术控制的未来 我们是否应该对这部动画片的预言 给予更多的关注 毕竟他曾经准确地预测过许多事件 例如在某一集中 音乐制作人看中了巴特内的弗兰德斯和米尔豪斯 这似乎暗示了大众文化对另类的关注 在这集辛普森一家中 拉尔夫、巴特内尔森和米尔豪斯 组成了一个名为派对 派对的男孩乐队 这个看似普通的少年乐队背后 却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阴谋 他们的成名曲丢下炸弹 配有一支魔性的音乐视频 其中有一句反复出现的歌词 这句歌词看似毫无意义 但如果倒过来念 就会变成加入海军 通过这种潜意识暗示 这首歌正在向听众传递一个隐秘的信息 随着歌曲的爆红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整个小镇都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 人们开始变得躁动不安 甚至连一向聪明的丽莎也受到了影响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丽莎发现乐队的音乐总监 竟然是一名海军中尉 这位中尉向丽莎透露 音乐早就被用作一种强大的工具 在战争时期 她被用来鼓舞士气 招募士兵 这种通过音乐来操控人心 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美国曾将娱乐产业 视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早在冷战时期 战略情报办公室CIA 就明确指出 电影是传播意识形态 影响公众舆论的最有力武器之一 这一观点在当时备受重视 并直接影响了美国电影的制作和传播 时至今日 随着流行音乐的商业化和全球化 人们对音乐的本质产生了新的思考 那些节奏简单歌词 重复的流行歌曲 是否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有人认为这些歌曲 可能被用来操纵大众情绪 甚至成为一种软实力控制工具 那些旋律、洗脑、节奏强劲的流行歌曲 是否早已成为政府控制大众思想的工具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人们开始质疑那些看似无害的流行歌曲 是否隐藏着某种更深层的目的 2024年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这种担忧似乎更加合理 不少人认为政府或其他势力 可能利用这些技术 通过精心设计的音乐 来操纵大众情绪 甚至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 辛普森一家作为一部长寿动画剧集 其对未来的预言能力屡屡令人惊叹 许多观众发现 剧中曾多次影射现实中的重大事件 从科比布莱恩特的意外离世 到特朗普的总统竞选辛普森一家 多次以其神预言引发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剧中对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的预测 更是让人嘖嘖撑起 这些巧合似乎预示着辛普森一家的创作者们 拥有某种预知未来的能力 然而这些神预言真的只是巧合吗 还是说背后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辛普森一家的制作人一直强调这些 预测纯属偶然 但观众们对此却并不买仗 毕竟如此频繁的命中率实在让人难以自信 有人认为这些精准的预测背后隐藏着某种阴谋 是创作者们对未来事件的刻意安排 或是他们掌握了某种特殊的信息 也有人认为这仅仅是巧合 是概率事件的偶然叠加 无论是阴谋论还是巧合论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辛普森一家的创作者们 对社会现象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他们能够提前捕捉到一些潜在的社会趋势 并将其融入到剧情中 不过并非所有的预言都那么耸人听闻 比如剧中曾多次出现 威利尼尔森下水游泳的场景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 却也为这部动画增添了不少乐趣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威利尼尔森下水游泳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剧情 早在1991年也就是30多年前 动画就曾预测到乡村音乐传奇 威利尼尔森会横渡英吉利海峡 在这一集中 威利尼尔森这个角色以真实身份出现 并上演了一出令人捧腹的 永渡英吉利海峡的戏码 威利尼尔森会在202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 这样的猜测显然过于离谱 考虑到他已经百岁高龄 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毕竟横渡英吉利海峡 需要过人的体力和耐力 这显然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能力范围 第四条 经济崩溃 近期关于美国经济可能崩溃的末日论调 生效成少 那么这种担忧是否过于悲观 经济分析师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 他们通过对当前经济数据的深入分析 确实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 如果这些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 美国经济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 然而将当前的经济形势 与上世纪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或许有些言过其事 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新冠疫情的冲击 俄乌冲突的爆发 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锻炼和通货膨胀 加剧 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自然无法独善其身 全球冲突不断 人类文明得以延续 简直是个奇迹 这样的感慨 或许正是许多人 对当下世界的共同感受 那么这与一部动画片 辛普森一家有什么关联呢 早在2000年 这部看似轻松幽默的动画 就曾通过一集名为 巴特看未来的情节 向我们发出过警示 这一集堪称辛普森一家 系列中最具争议性的一集 因为不少观众从中解读出了 对未来的预言 这个预言的准确性 令人不寒而栗 根据那集的剧情 经济崩溃发生在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 推测出一些关联 听起来像个阴谋论者吧 不过谁知道呢 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 那你自己可能也是个 阴谋论者 对吧 第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 1987年11月22日 辛普森一家 在TRACEUMA SHOW 播出了一集特别节目 虽然非常搞笑 但里面可能隐藏着某些信息 虽然你可能觉得太过牵强 但请先考虑一下 许多辛普森一家准确的预言已经实现 在这集节目中 霍默辛普森又开始他的恶作剧了 他模仿着刺耳的警报声大喊 快跑 原子带来了 然后他把全家人从睡梦中惊醒 催促他们躲进地下室 在昏暗的地下室里 霍默会深灰色地描述着战争的恐怖 仿佛他们已经身处战火之中 更有趣的是 霍默还煞有介事地思考起一个问题 如果真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能靠着这个简陋的地下室生存下去吗 霍默和他的家人通过一场荒诞的核战争模拟 引发了观众对于生存的思考 他们试图用家里的地下室作为避难所 但这种简陋的防护措施能否抵挡核辐射的侵袭 这个看似荒谬的情节 却折射出人们对于核战争的潜在恐惧 如今回望2020年 全球性的恐慌 以及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 我们不难发现 核战争的威胁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 虽然辛普森一家的创作初衷是讽刺 但剧中所描绘的场景 却在现实世界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这不禁让人反思 如果真正的核战争爆发 我们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巴比电影的上映 今晚特朗普的逮捕并不是针对2024年的预测 但它依然值得一提 因为其准确度令人震惊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荣誉提名 还记得特朗普在新巴比电影上映的当天被逮捕吗 辛普森一家早在许多年之前就预测了这一幕 在辛普森一家第五季的一集里 有个新闻主播报道了一个惊人的巧合 一款新的巴比娃娃发布的消息 节目中主播以极其夸张的方式 花了整整28分钟的时间 详细报道了一款巴比娃娃的发布 就在观众们以为节目会一直围绕着这个话题时 主播却在最后一种极其轻松的语气 不经意地提到了美国总统被逮捕的重大新闻 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幽默感使得这一情节成为了辛普森一家的经典桥段之一 虽然花28分钟报道一个玩偶的事情很不寻常 但这则新闻确实很吸引人 最后主播说 各位晚安总统因谋杀被逮捕 更多消息明晚播出 这句话让人联想到2023年4月4日总统特朗普因谋杀被逮捕的事件 然而这一事件的报道较少 许多新闻媒体更愿意关注新上映的芭比电影 这个真实事件怎么会与一部简单的虚构动画剧集如此相关呢 没有人能确切解释 但这件事证明了媒体的策略 即将大量关注集中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上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当世界发生重大事件时 你打开电视却发现 新闻频道正在滔滔不绝地报道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仿佛事件正在燃烧 而媒体却在隔岸关火 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几乎无处不在 第一名僵尸末日 这个听起来有些荒诞的末日场景 竟是辛普森一家曾预言过的 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在辛普森一家的一集中虚构小镇斯普林菲尔德 遭遇了僵尸末日 尽管现实中发生僵尸末日的概率微乎其微 但考虑到该动画曾多次预言现实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看似荒诞的情节 但归根结底 辛普森一家只是一个漫画系列 许多这些预言可能只是巧合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只能这样说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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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